张淑敬拿走闺蜜手机不还 竟还反告对方 二房东张淑敬真的是法院常客 高人失败后又高人又失败 先前他案朋友演科诊所院长卢雪玉 因为金钱纠纷闹翻 双方互控多见官司 没想到张淑敬还拿走卢女手机不归还 甚至反告对方 原来是去年6月 张淑敬和卢女在高院开庭结束后 卢女把价值1万元的手机遗忘在法庭内 被后来离开的张淑敬发现拿走 隔两天卢女到张淑敬住处附近等候 要他还手机 两人却发生争执 张淑敬想离开 卢女就要他先还手机 阻止他开车离开 还呛下要告他侵占及且盗 张淑敬因此告卢女涉嫌强制跟恐吓罪 卢女则全盘否认张淑敬指控 表示只是想拿回手机 虽然张淑敬提供了一份 事发当时的录音光碟 不过检察官勘验后 无法认定卢女有妨害自由或恐吓犯刑 而且卢女说的提起刑事诉讼 是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并无恐吓犯议 因此处分不起诉 高金属也不会在意确定 动新闻新北报道